爱的时候就是这样嘛 每天一个电话会说 你看 他很关心我 爱得冷淡一些的时候会说 哎 你能不能不要老打电话 我没事的 不爱的时候会说 太烦了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你不能干你自己的事情吗 该证明的其实都证明了 结果你们两个人心里其实都知道 女生啊 要勇敢一些 没了就是没了 好不好 好 好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是多在乎我 如果你在乎我的话 你能玩的时候告诉我 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其实我也并不想管你 但是现在咱们一直在这样 也不怎么联系了 我觉得我们感情变淡了 其实我也想告诉你 只是说 有些事其实挺反感的 但是我特别想告诉你 因为 我心里边多少还是有的 因为毕竟爱过嘛 所以以后 不能说以后吧 就是说 怎么着 也是 相爱过 刚开始的时候想的不就是因为以后吗 因为以后更好 哎呀 你真行 百折不挠的 你也真行 人家话都说到那个程度 你都不能 好吧 两位请回吧 一会儿我们来看你们的选择结果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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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看起来是男生好像在管束着女生 实际上面你会发现说 女生其实想挣脱的不是被管束 而是要脱离某一段情感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哎 爱宝官微的网友向图老师提问说 丈夫出轨后 我一直无法释怀 整整一年 我都在说服自己原谅他 为了孩子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也很努力的做补救 但我越来越恨他 脾气变得很不错 暴躁这段婚姻 我该怎么继续呢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思想道德价值观 在人的漫长一生当中会有变化 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至少百分之九十 所以既然你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女人 就妄想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